LAYO 了世紀天天榮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帝國戰爭 空心領地地圖 割著人對上達達人 先來看一下 這邊開局是封建時代的關係 所以兩邊都已經蓋好射箭場 毛病已經開始出門騷擾了 這場比賽是YO對上這位世界衛生 他的翻譯不知道為什麼 聽起來有點那個 這位選手也是蠻厲害的 但是他的分類 我會把它分在2200左右的分段裡 那帝國戰這裡面的1800就是最頂級 1600就是稍微下面一點分段的 但實力來說還是非常強大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 打約出生點位1點鐘方向 YO選擇的是達達人 達達人的特色是他吃虛揚動物 可以吃得再更久一點 而且擁有免費的母子環跟安血人戰術 所以兩邊都有這個 可以吃虛揚動物 還有草原騎兵 都是他的後期主力 那中方騎士也可以考慮的部分 那達達人還是比較適合走公兵路線 前面路線的話也可以考慮 去鎧血這個搶前大隊 那接下來看一下 哥德人出生點位大約8點鐘方向 哥德人的特色是吃野生動物 可以吃得再更久一點 所以兩邊都有這個吃動物吃更久的效果 一個是訓養動物 一個是野生動物 那哥德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步兵路線 到地用時代步兵的折扣是非常多的 到地用時代還可以打火槍跟火炮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後期選項 那其實在高手之間也有這個馬攻路線 那馬攻路線有三攻三防 也有中裝馬攻 但是沒有安息人戰術跟拇指防 所以哥德人什麼時候走馬攻 有點看情況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打法 那我們先看到哥德人這邊是選擇了 先肉馬跟毛兵稍微防守路線 但是轉攻兵了 剛剛前期是毛兵現在轉攻兵了 那哥德人這邊是也慢慢轉出的攻兵 因為這邊毛兵按太多下去 少了我努力不足 而且肉會按太多 讓自己升時代會慢很多 所以中後期 也不是中後期喔 在封建時代的中後期喔 會比較適合轉攻兵路線 這樣你才升級時代的時候 肉會比較容易累積上去到八百肉 好 我還要這邊攻兵放出來 第四天射擊對方的攻兵 射掉一隻 第二隻努力射 肉馬上去直接把後方的肉馬給收拾掉 但是威歐也拉出一隻村民 直接爆打刺猴 刺猴也是直接被爆拳打死 現在看起來 威歐的村民是一直都沒有死 但是正面的交戰 讓自己的部隊全部倒地 看起來 威歐這一波的牧區 要被騷擾到了 右邊也沒有救了 好後面直接被抓掉了一村 肉馬還在繼續輸出當中 好這裏要再拿一村 哇兩村被拿下 威歐開局十兩村 哥德爾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好這邊攻兵再繼續過來 這裏是雙四箭鏟出攻兵路線 好這裏肉馬再上來 直接收掉了一隻刺猴 這隻毛兵再一刀砍掉 好現在威歐點下了一攻 大家會要來轉騎兵路線嗎 但是現在木頭有點爆量 六百多木頭 有點過多了 那現在要撒田的話 要到後方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的農田地 就只能到這個地方 再下去的話就要撒這個位置 那哥德爾人 這裏是努力把戰場留在YO家裡 只要YO家一直被燒了 他的村民就一直被收村 一定要被迫回家 那他的家裡就是目前了 暫時沒事了 種田是種得好好的 所以強攻路線喔 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點喔 好強攻路線 這邊又抓到了一村 YO直接開局死三村 好 工兵這邊開始累積起來 這邊想要蓋箭塔 但也快要蓋好了 50% 好這邊先射掉槍兵 肉馬可以往前 這邊也補了一個箭塔 但是後方這一坨毛兵跟工兵怎麼辦 YO現在暫時沒有辦法 可以解掉 只能被破又被收村 開局十五村 YO這樣還能逆轉嗎 這個YO有點炸裂了 這個經濟有點慘 好 當然哥的這邊也是有點小小卡人口 成TC idol 這個成聖中信的閒置 來到了快50秒 大約快要兩隻村民的時間 現在這個箭塔建起來 但是YO有補一根箭塔的關係 還可以稍微對射一下 好這邊又抓到了一隻村民 哇 YO這邊直接開局死六村 YO現在也是把村民 不是把村民 把弓箭手跟弱馬 開始往前送 希望可以抓一些村民 現在哥的人 還在努力強攻當中 外國被迫補了第二個馬舊 雙馬舊 開始爆兵 好這裡終於要開始抓 單位了 好村民想要拉走喔 毛兵上前 結果沒有碰好 第一時間被毛兵給砍爆 兩隻工兵也是走過頭 直接被點掉 好這邊低打高 點不死 好這邊再射一下 但是一直射不掉 低打高有點尷尬 好那目前看起來肉馬 兩隻過來 但是YO又被抓了好多村民 已經死了十隻村民了 YO開局死十村 這個 兵器有點炸裂啊 好哥德爾點下了城堡 時代升級 第一次看到YO前期被 偷掉這麼多村民了 好這邊就會很好奇了 像YO遇到這種窘境的時候 該如何逆轉呢 這一點應該大家也很好奇 因為大家應該也是 打天梯的時候也是遇到這種事情 自己村民一直被抓掉 好這邊工兵繼續拉打 哇這裡哥的工兵一直做的不錯 好這裡沒有回頭要先反殺工兵 好先射掉洛馬 後方洛馬追上來 這些工兵應該要解掉了 最後YO是以十隻村民作為代價 終於解掉了後方的這些單位了 好YO這邊控果子區 看來也要控不住了 好目前十代哥德爾人領先 城堡時代升上去 YO這個資源完全沒有辦法點城堡時代 好這邊點下了二級色 但是升城堡時代 YO並不想要投降 因為這兩邊的分數差距很大 哥德爾人是1621分的帝國戰爭的分數 那YO是1869分 要是這場輸掉比賽的話 他的分數會掉很多 所以這邊就算石村落後 資源量也落後了快要2000資源 也不會輕演藝局的放棄 現在這個情況對YO來說 要逆轉是相當不可能的 那哥德爾人這邊沒有繼續走強攻路線嗎 還是要開TC呢 這邊是轉出的奴兵 YO最後的希望 應該就是靠這些刺頭 多抓一點哥德爾村民 可能機會會稍微有明顯一點點 好YO點掉了一隻村民 後面趕快蓋 把這些木牆都蓋了起來 這四隻村民可以繼續挖石頭 好YO這邊終於抓到兩村 第三村也要拿下 好YO拿了三村 終於開始有反殺了 哥德爾走工兵路線 好繼續去後方殺牢 但是後方補了非常多的箭塔 好YO被迫挖石頭用箭塔防守領地 好這邊趕快存資源 準備要來點時代了 好洛瑪過來 看能不能抓掉 好公兵第一時間被點掉 兩十隻奴兵給的壓力非常大 好這裡可能要鎖村 喔這裡想要點但沒點掉 反而是反殺了一隻弓箭手 後方又有兩隻騎士遛了進來 好被一個多線操作 公兵過來 拉打 直接射掉了一隻刺頭 第二隻刺頭也倒地 但是公兵也死傷速度很快 好這波衝鋒打得非常漂亮 應該是能收掉 臨死之前再射一隻鴕鳥 最後直接硬身倒地 兩隻騎士 最後也被槍兵給擋下來 歪歪這一波沒有任何一隻村民死傷 歪歪這波防守打得漂亮 被一個雙線進攻 居然還完全守住 好 那歪歪這邊 收掉這堵工兵之後 自己也來升級到了城堡時代了 各位的人這邊是選擇了開下雙TC 想要把自己的村木暫時 必須領先 但是哥德仁這邊的村民樹 並沒有那麼的 多 只有這個55村 跟歪歪村民樹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這個城鎮中心的閒置 來到了快兩分鐘 哥德仁其實還有補一個輪走 所以村民樹看起來 會差 好像沒差多少 但其實是有差的 好 歪歪這邊 就抓到了兩村 這一村可以拿下 哇 這裡直接拉了三村 哇 這裡直接拉了三村 來抽一數 兩邊是持平狀態 這邊騎士過來 直接賺到了槍兵 好 直接把槍兵解決之後 但是有兩根劍塔 騎士也不太敢輕易的過去 好 這邊騎兵上去抓掉了一村 第二村應該可以拿下 哇 哇 這個房子是後面有為好 好 城堡時代以上 駱駝趕快出 搭蛋的駱駝 是有重裝駱駝的文明 好 趕快轉駱駝 哥德這邊騎士 稍微被壓制住了 哥德爾的騎士 的問題 是沒有這個三級馬鎧而已 所以城堡時代 其實也是可以打騎兵路線 帝王時代的話 可能還可以轉個大陸 這邊在守掉駱駝 這裡有補修道院了嗎 修道院要補在哪個位置呢 補在正面的位置 好 這個時間點已經落後的情況下 有一隻生女比較好守住 家裡被騎士騷擾的問題 好防3TC也補下了 現在 哥德爾人 經濟慢慢復甦 但是YO這一波草原騎兵加駱駝 把哥德爾打到有點措手不及 這裡又被多抓了幾村 完蛋完蛋完蛋 哥德爾這一波擋不住 YO這一波多線打得漂亮 左邊又有個多線 這波直接殺了過來 哥德爾家裡居然沒什麼兵力 左邊的村喉 還在抓聰明 又抓了一村 聰明差距68吋對57吋 YO這邊是暫時領先10吋 但這波讓哥德爾收村 也是賺到一些經濟差異了 哥德爾這邊可能要轉槍兵配生女 會比較好一點 或者是要配個奴兵 對YO這種駱駝加草原騎兵的打法 繼續轉弓兵路線 加槍兵 奴兵會比較適合一點 因為騎士路線的話 太容易被駱駝壓制住之外 而且哥德爾的 騎兵路線並沒有折扣 所以用起來會比較昂貴一點 如果是走大量步兵加上 弓兵的路線騷擾 其實是傷害是蠻足夠的 但是有騎士的好處是用主動權 可以去抓對方村民 可以給歪歪的壓力更大一些 所以要怎麼取捨單位 其實是蠻看當下的想法跟戰術決定 好 那這邊是選擇來蓋寶 哥德爾這邊蓋寶直接蓋在臉上 這根箭台要是蓋起來的話 兩個翅膀都可以拿下 後面的城堡 騎士跟槍兵守在後方 威歐的草原騎兵跟漏駝 完全沒有機會去阻止蓋寶 這裡順利的 把威歐的騎兵給趕走了 好 哥德爾這根寶蓋起來 前方建築物就可以打開 右邊兩隻僧侶過來招翔 但是哥德爾這邊反應很快 瞬間拉走 騎士可以從左側看進攻騷擾 後方可能要再多補一些駱駝 在後方防守比較好 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草原騎兵 這邊草原騎兵數量夠多 連槍兵都可以反擊回去 所以這邊是想要努力把草原騎兵給堆積起來 哥德爾這邊是補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他會防護力再提升一些 好 城堡一蓋好 兩個箭塔也是直接被拆掉了 好 草原騎兵要小心 那草原騎兵也可以獲得打打的高打滴的效果 所以這邊只要站高地的話 哇 打槍兵血量掉很快啊 哇 高打滴四槍死一隻是不是 哇 這個傷害有點可怕 好 這邊再繼續拉扯 好 出來 但不行 這裏有點危險 這裏要打嗎 這裏是個窄口 有 草原騎兵過來 直接上去硬頂 但是有點打不太贏 後方僧侶招翔 怎麼斷招翔了呢 剛好是拔兩隻 現在招翔騎士都被打死的關係 招翔被斷掉 草原騎兵直接上前硬頂 但槍兵也是往前無情輸出 後方坐鱼 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好 最後槍兵全部死光 好 這邊轉了一些哥德衛隊 哥德這邊打哥德衛隊就難受了 雖然不怕TC 城鎮中心的射擊 但是很怕草原騎兵的 哥德衛隊打草原騎兵 只能說一個字 慘啊 好 哥德衛隊過來 想去追村民 但是草原騎兵過來防守 草原騎兵一個毒口 哇 哥德衛隊直接被草吸秒殺 YO這邊開始補下城堡 往前補 想要控對方的城鎮中心 感覺哥德兵種選擇選錯了 好 這一波哥德衛隊騷擾 也沒有抓到太多村民 YO防守做得很不錯 後面死傷不多 就有足夠的機會 可以再繼續反打 好 後面直接補了一個城鎮東西 想要守住這個石頭胖 哥德左邊補下了一個軍營 想要從一個多線騷擾的路線 去擊潰YO的支援 好 後方這裡補了一個魔防 幾乎全部都在輸出 這裡農田沒有看到 好 草原騎兵從下方也開始 這隻繼續騷擾當中 現在YO家裡也是一團亂 這樣子哥德家裡也是 好 哥德家裡開始慢慢穩定起來了 東鐵也繼續灑 好 左邊有看到 有補一個軍營 拉了幾隻草原騎兵過來偵查一下 好 這些肉麻怎麼還在打模仿 YO看來沒有看到這左邊的刺頭 結果這邊撞TC直接損失掉了四隻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還是很害怕射擊的 好 草騎兵上去 高打低 打的傷害很高 但是被貼到傷害是受不了 最後還是被中到場面戳掉了幾隻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最後是直接全部倒地 哥德中不送光 把草原騎兵給收光了 好 目前臭名處是94村對112村 好 YL這邊開始轉出雀靴 搶前大隊 再轉雀靴是件好事嗎 哥德...槍兵很便宜了 而且待會快上地獄時代 待會哥德的步兵又更便宜了 雀靴不知道能不能經營的起消耗 那哥德的... 雀靴這個單位喔 算是一個...黃金產量非常少的單位喔 但是他的體質喔 是非常好的 血量很多的一個騎兵單位 以他的...黃金造架來看的話 他的血量是很多的 好 YL這邊是... 決定 就先用草騎往前推 血水也是稍微按一下 走一個騎兵 路線 並沒有轉馬功 好 這邊想要蓋寶 但是 YL不想給蓋 但哥德又過來 所以我哥德自己已經卡在城堡這個位置 但草原騎兵又再次過來 不想給他對手蓋 但是他們一直往前戳的關係 草原騎兵數量只剩下少量個兩三隻 好 這邊最後還是被敲了下去 這個城堡終於可以開始敲了 好 下方草雀也開始多線進攻 前方展出了一台衝撤 開始要來... 開除前面方的圍劍 好 這裡拉了一些村民進駐城堡 增加下城堡傷害力 相似的劍齒可以再更多一些 好 打出城堡的傷害 好 YL這邊看到你過來蓋寶 那我也往下繼續蓋寶 那哥德這邊的資源量明顯不夠 好 升帝王四代 看來是放棄升帝王 想要在城堡就跟YL決戰 哇 這邊的食物量非常充足 現在確實是黃金 好 這邊確實是海戰 這城堡蓋起來很關鍵 這裡總共11片田 而且還空到了哥德的主金 好 哥德轉出了一些騎士 哥德國隊繼續追主 雀學這個單位 攻擊率算低了一些 但是防護力跟血量都是很充足的 雀學來說的話 是比較怕進在單位的 遠方來說可能還好 最近也是二房的騎士鎧獎 但是黃金來說 只要40塊錢這個造價成本 真的是很便宜 相當於一隻雀學只要30幾塊錢 因為他臨死之前應該都會打到一下 這個單位是每打一次敵方單位 都可以加一塊錢 所以這個造起來黃金是真的非常省 好 雀學這邊數量慢慢穩定起來了 哥德這邊的哥德威隊 看到這個雀學實用太多 選擇先撤退 哥德並沒有打算要來升帝王時代 哥德威隊還在繼續生產當中 那感覺現在不是該繼續生哥德威隊的問題 而是要趕快轉出重裝長槍兵開始防守 好 搶錢大隊開始瘋狂搶錢了 到處都有雀學 YOW已經放棄了草雲騎兵 果斷產出大量的雀學反擊回去 抓到這一波村民 YOW經濟很賺 哇 哥德終於出現了一波大丸的失誤 左邊這邊也是開始多線騷擾 哥德威隊想要直接衝城中心 但是家裡有雀學防守 哥德也沒有爭到天頭 反而是左邊的臭民術被抓到只剩下不到十寸 現在YOW有一個多線操作的關係 現在哥德有點防不太住 左邊的右邊的雀學中心也被拿了下來 黃金開始有點吃雞 只剩下兩個人在挖黃金 哥德現在轉出大量的槍兵防守 好 這一坨雀學很麻煩 OK 這裡沒地方打 那就去衝後排的方向吧 好 現在衝城也開始隨意亂頂 現在雀學的優勢慢慢打出來了 黃金越打越多 搶劫騎兵啊 哇 這個錢一直搶一直爽 黃金越來越多 YOW這邊的草原騎兵已經沒有帶出 全部產雀學 數量還穩定在二十幾隻 但是雀學依舊還是騎兵單位 還是很害怕步兵的重裝長香兵 還是很害怕步兵的重裝長香兵 好 哥德這裡沒有打算升城堡石彈 地龍石彈 決定要用衝車一波帶走這附近的城堡 這裡有非常多的村民往前 想到這個地方挖黃金嗎 好 這裡有大堆草原 雀學過來 從後方的村民 快收村 村民宿要趕快繼續往裡面收 好 草原騎兵 好 只是草原騎兵 雀學這邊直接被戳爛 正面的雀學過來 想要阻止村民回來城堡 所以我還是被抓掉了幾隻 但右邊的城堡已經開在工程 這根城堡 即將被拿下 YO 要怎麼應付這些大量的槍兵跟衝車呢 YO 要是不理的話 家裡的城鎮中心 農田 城堡都會被都跟掉 但是如果去理的話 要需要投資非常多的雀學去防守 但YO 上方也是投資了幾個衝車 想要把左邊的城堡給拿下 YO 這一波是直接選擇了升級帝王時代 想要用城堡繼續拖延時間 又蓋了一個新的城堡在左邊 但這連衝車都跟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連城堡中心也是不堪一擊 後方的草原騎兵 不是草原騎兵 重裝長槍兵 居然在騷擾 但撞到了城堡 多線殺了之後 YO 的支援量已經 來到了47000 開始慢慢追上哥德爾了 哥德爾這邊支援量 還有領先大概16000左右的支援 16000 不是16000 好 這邊草原騎兵上前 直接戳掉衝車三台 但是上面的乘客直接下車 打架 OK 這邊乘車下車 下車處理一下別的傷行車 傷行車戰術 好像有料 這個城堡能夠拿下來嗎 衝車還在繼續頂 但是後面兩台衝車 開始防守回去 知道這個衝車的血量 只剩下一點點 直接用雀雀硬吃 終於拿下 所有的衝車 YO 帝王時代 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好 支援量來到了1000多塊 這邊打算要直接上金銳雀屑 雀屑 這裡有一坨屑屑 衝到後方上樓 好 這裡栽住高打低 反擊 槍兵回去 槍兵雖然不夠多 打不太贏 這門可以再回頭打一下 但雀雀選擇拉走 好 馬上點下金銳的升級 雀雀開始四處亂竄 三級的步 騎兵鎧甲也點下了 好 哥德現在要打贏的話 很困難 待會巨型頭11出來 也很難纏 這邊再繼續轉衝車 往前頂的話 也沒有辦法確定 可以打贏雀屑 這個搶前部隊 這次錢越打越多啊 好 但正面的這一坨屑屑 還是被哥德爾的槍兵給拿下了 這坨屑屑最後立了大功 但是左邊的區域有點守不太住 槍兵要趕快前往戰場 好 金銳屑屑點完之後 遠防是高達7點 跟一般的遊俠的 遠距離防護率是一樣的 而且血量是160滴血喔 跟伯庚蒂的遊俠的防護率血量是一樣的 雖然近戰防護率稍微差了一些 但是用騷擾跟他的造價來看的話 他是非常便宜血量多的騎兵啊 好 目前哥德爾 打這些槍兵最好的辦法 用這些槍兵還是最好的辦法 現在沒有辦法轉出其他東西來 好 哥德爾的城堡可能要被頂掉 娃娃這邊轉出了大衝車 三級攻 廢宣奴力擋 最後城堡 最後守不住 好 哥德爾點下了無政府狀態 然後來開始爆大量的哥德爾衛隊 但是後方確實一直在騷擾 一直在抓村民 哥德爾點下電友時代 還有一段時間 槍兵還沒有升級大槍兵的關係 確實有點擋不太住 但是數量夠多應該還是可以撐得住的 重裝長槍兵 哥德爾人可以爆速生產 好 成功手下這一波 然後再從正面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但這個城堡可能會蓋不起來 正面的槍兵數量很多 確實過來回救 確實過來回救 想要阻止這一坨槍兵 突破防線 但確實實實在太多 重裝長槍兵 對上精銳 確實 娃娃好像要成功拿下比賽了 這個城堡是蓋起來 哥德爾人就難上了 黃金已經沒有了 黃金完全歸零 好 哥德爾 上帝王的時代要勸退 要勸退了嗎 好 帝王是上去 槍兵趕快點下 好 三弓點下 正面技術 日系貫入 找個機會點嗎 但好像沒有太多的黃金 職務資源也來到了極限 前方的巨雲也是一直瘋狂被頂 翠翠的產能也是慢慢穩定下來 歪歐這邊用翠翠打出了大約快要四千多塊的黃金 兩邊的黃金對比實在差距太大 好 大強兵重升級好 翠翠直接被捅個四槍直接倒地 後方的層次動心也被頂得出來 現在哥德爾人的充運速已經只剩下一百吋左右 歪歐的資源已經反差了五千九支援 好 大衝車還在都更當中 翠翠並沒有停下來 好 這裡只有少量的哥德威隊 看起來哥德爾暫時有守住的跡象 好 牆壁速率要越多 這邊點下三級射 歪歐轉出了火焰駱駝 那現在火焰駱駝這個單位 只需要用工程器製造所就可以產生出來 好 再需要通過城堡 火焰駝駝這個單位 算是蠻娛樂性子的 只能看到哥德不退 那我就開始耍起雜技 火焰駝打步兵 火焰駝照理來說是打 騎兵單位會比較適合 好 這邊拿來打哥德的人 算是 偏娛樂嗎 還是他是 防守所需要的 只能在防守哥德爾後期的大落馬 瘋狂騷擾嗎 不知道 不確定 在YO的黃金書已經來到了快要五千塊錢 YO在前期 開局被拿石村 後期畫面怎麼跟開局的畫面差距這麼多呢 哇哦的黃金書已經準備來到五千塊 庫存黃金五千領先 神真贏了對手五千黃金的庫存資源 開始 打起了奇怪的招數了 火焰駝駝一波帶走 好 開始炸 哇 火焰駝這波炸得非常漂亮 直接突破了槍壁的防線 槍壁直接被火焰駝炸到 突破血流 血量非常慘 OK 剩下殘血的槍兵 會往後面的翠翠開始打過去 哇哦的資源來到六千塊 領先六千元之後 開始按出了更多的火焰駝駝 想用火焰駝駝直接炸死 哥德爾所有的村民嗎 好 這裡有一些清潔兵開始在騷擾 現在哥德爾人補下三級農耕 但看起來VO已經是贏了 哥德爾沒有其他黃金兵 應該是擋太豬 缺缺這個頂尖的傷害 哇 到處搶錢啊 所以我還要把所有的黃金 全部拿去買石頭 要到處蓋城堡 把六千多塊的黃金 直接拿去買了一堆城堡出來 要開始四處控地圖了 好 這時候哥德爾人打出了結局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哥德爾出了363隻槍兵 但是YO出了184隻的雀弦 就擊敗了對手 然後現在轉出了火焰駝駝 增添了比賽的一些 漂亮的火花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經濟的部分 YO最後是拿到十五黃金 石頭勝利 木材出了一些 支援量本來是非常落後 最後成功反抄哥德爾人的經濟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願請看 我們不看我也要到他們 請點心 我們不看